體育方面的消息 來看看中超賽事 剛剛去日本踢完亞冠小組賽的廣州恆大 今晚將會在客場挑戰天津益利 廣州恆大的備戰情況又如何 我們馬上連線 現在就是天津的記者優越錦 優越錦交給你講現場的最新消息 是的主持人 天津這幾天的氣溫都保持在20度左右 雖然這幾天這裡沒有下雨 但是記者也感覺到這裡的霧霾是比較嚴重的 首先先來講一下我身後的這一塊場地 在過去幾個賽季廣州恆大 並沒有來到這一塊場地進行比賽 這一塊場地被叫做天津團白足球場 這一塊場地也是專業的足球場 相信這裡的草坪質量 和現場的氣氛都會相當之好的 目前廣州恆大最大的新聞 就是關於保連盧的轉會傳聞 過去幾天歐洲的一些豪門球隊 就說向保連盧報價 希望得到這一位球星 在今早廣州恆大的俱樂部的官網 也都發出公告 是說並無此事 記者也都第一時間找到了 對內的工作人員確認這件事 保連盧在年初就和球隊 是續約到2020年 大家都知道 鄭志和保連盧這個後腰搭檔 也都被譽為是中超 甚至是亞冠聯賽最強的後腰組合之一 那俱樂部不會輕易將這位球星轉讓出去 那目前廣州恆大對內 那些球員就有一些感冒的症狀出現 再加上全隊正處於一個疲勞期 那在過去的兩場比賽裡面 廣州恆大都是收我評局 那雖然今晚的這場比賽 亦都是客場作戰 球隊面臨的困難亦都是比較大 那全隊亦都希望用一個最好的狀態 來面對今晚的這場比賽 希望用一場大勝 可以來緩解球隊 目前一個雙線作戰的壓力 主持人